周冬雨海藩综艺 实力打破黑洞魔咒 中立期8月26日晚 周冬雨分别以嘉宾 和常驻MC身份接连亮相 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 中餐厅两档综艺节目 周冬雨协同中餐厅众人 再次亮相快乐大本营 打破先前游戏黑洞的魔咒 在各个游戏环节中 表现得十分极致 而中餐厅中周冬雨 则从初学时的战战兢兢 到逐渐克服心理恐惧 一步一个脚印的迅速成长 向观众呈现了一个不一 样的自己 周冬雨婉转快乐大本营 机智用词引号齐周冬雨 协同中餐厅众人 亮相快乐大本营 在变声盟选队友环节 周冬雨用八宝牙形容自己 称因为我就像八宝牙一样 丰满 妖娃 如此明显又贴切的形容词 使得两位店常以猜集中 最后归入正牌店 掌赵薇队中 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时 为让队友免受惩罚 周冬雨察言观色准确地 判断出队友的选择 被赞激进聪明 美 时故事或游戏环节 周冬雨在看过指定菜品后 将自己发生过的真实 故事与菜品结合 称爱恨交织 他是我最亲密的爱人 给了我尽可能的安全感 还有依赖 其天马行空的描述 引起了评审的好奇 安全度过危险期 留到最后和店长赵薇 用故事一决高下 评选十周冬雨到 就在一次检查中 我发现原来我再也不能碰他了 原来我对这个鸡蛋过敏 再也不能吃我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了 一本正经地把故事编完的周冬雨 被网友调侃 眼目荡放得有水平 中餐厅初学者周冬雨 客服恐惧心理 迅速成长 接连播出的青春和火人经营体验 综艺节目中餐厅中 周冬雨在主厨张亮的指导下 尝试独立烹饪 起初惧怕热油颇显慌乱 渐渐熟悉做菜流程后 周冬雨努力克服恐惧心理 完成了两道菜品 菜肴的味道还得到了 师傅张亮和店长赵薇的一致好评 有观众表示在中餐厅见证 周冬雨在出神之路上的历练与成长 中餐厅歇业期间 周冬雨被店长赵薇指派为第一任流动主厨 而周冬雨则出乎观众意料 毫不犹豫地接下重任 电厂表示 其实他 周冬雨是个很有能力的女孩 我觉得有能力的女孩就是 我自我感觉就是往往压力越大 她能爆发的潜力越大 从初学时的战战兢兢到逐渐克服心理恐惧 周冬雨在中餐厅的大家庭里一步一个脚印的迅速成长 像 观众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南辰反明超 结局流续杰幅县 网民喊伤感 看到鲁新入匪无限聚集超时空 南辰今晚大结局 之前已有去套大尖角正子 成饰演的张成返回明朝后 公告三南辰及太子妃已死 并为四人立碑 四人在现代救控电梯突然心脚痛 我就出后 发现奉明居直立 全部人都不认识他们 最终四人要穿越回到明朝波乱反正 最伪是大军肖 正难想见大小姐田蕊捏最后一面 也首尾呼应回反散洛普公英的公园 大军同 大小姐浪漫时的地方 当与大军相遇 大小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问大军他们是否认识 大军拧头别过 然后大军在远处遥望 说大小姐再见 聚集就此完结 对于这样的结局 网民有担有赞 有说结局有烂尾无知响点 结局超焦 一有位不是最后才只有蝴蝶效应 不应将张成送回去 赞的就认为有遗憾 都是几特别和凄美的结局 令观众难忘 结局意义深 长 发人深省 一点都无烂尾 有些细节味要追开支支 不一定是大团完结局才是好 这个ending好感人又有味道 能个结局不乐俗套 好 结局用心 非常好 我看到想喊 另一意见 认为林伟做面 收得寒急 二三弟的感情未旁白就算 明明之前地求婚 各段有懒懒的 无好寒啦 我无开心呀 我要去一起BBQ呀 最伤感 谢大军同三弟 跟本老机会同大小姐和二小 姐讲再见 如果去将历史还原 极细取四个无缘无故记现代消失 寒爱取太大小姐 童二小姐一定好迷惘同伤心 网民珍惜地道路心如肺 正如之前传闻 也有估计是开续集服献 传九岁小巨肺 谭指云Celine被改期 终极激战美国小巨肺 Angelica 九岁小巨肺 被谭指云Celine 杀入美国真人 遭全美一丁准决赛 虽然早前在半准决赛 选唱老电影 埃及王子猪提取 When You Believe 应战 难度极高 被评判之一的某被狠批他剪错歌 但信号在网络公投成功进行 最新消息传出 来自阿特兰大的同龄竞敌 Angel Compheil 被誉为美国小巨肺 同样晋级 原本两场准决赛会在美国时间9月5日及12日举行 有传Celine 被改期 由9月5日变成12日 9月5日首场要让路给Angelica 二人未能在准决赛碰头较劲 要不升级在决赛对叠 要不永不相见 早前小巨肺谭指云 Celine 出战全美一丁 霸准决赛被评判指他剪错歌后 言犯泪光 他明显失望 其辅谭顺声在台下也大为紧张 但赛果进行11小时网上公投后公布 Celine妹妹成功接败对手进击 他听到消息后及双手掩面 虽然Celine要开学 爸爸则坦诚大概请假一星期参赛 校长更亲自发电邮支持 加上女儿在暑假有上补习班 不担心学习追不上南辰反明超 结局刘旭杰幅县 网民喊商赶看道路新入匪无限聚集超时空 南辰今晚大结局 之前已有去套大尖角正子 成饰演的章程返回明朝后 公告三南辰及太子妃已死 并为四人立碑 四人在现代救控电梯突然心脚痛 火就出后发现奉明居直立 全部人都不认识他们 最终四人要穿越回到明朝波乱反正 最伪是大军肖 正难想见大小姐田蕊捏最后一面 也首尾呼应回反散洛仆公英的公园 大军童 大小姐浪漫时的地方 当与大军相遇 大小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问大军他们是否认识 大军拧头别过 然后大军在远处遥望 说大小姐再见 聚集就此完结 对于这样的结局 网民有弹有赞 有说结局有烂尾无知响点 结局超焦 一有为不是最后才只有蝴蝶效应 不应将张成送回去 赞的就认为有遗憾 都是几特别和凄美的的结局 令观众难忘 结局意义深 常 发人深省 一点都无烂尾 有些细节味要追开支支 不一定是大团完结局才是好 这个ending好感人又有味道 那个结局不乐俗套 好 结局用心 非常好 我看到想喊 另一意见 认为林伟做面收的寒急 二三弟的感情未旁白就算 明明之前地求婚各段有懒懒的 无好寒啦 我无开心呀 我要去一起BBQ呀 最伤感谢大军同三弟 跟本老机会同大小姐和二小 姐讲再见 如果渠将历史还原 集系渠四个无缘无故记现代消失 寒爱渠开大小姐 童二小姐一定好迷惘通伤心 网民珍惜地道如心如肺 正如之前传闻 也有不计是开蓄及浮现 合计仪派